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 给大家聊聊美国的流浪汉 还有美国的难民跟流浪汉又有什么区别 之前按照我先生说 在美国通常在城市就有一部分流浪汉 这些流浪汉是什么回事呢 他就按照我先生的见解吧 还有他生活在美国 那么几十年的一些经历 一些见过的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首先流浪汉呢 他有很多种类 比如说有神经病的 他并不是说他是穷啊 懒啊或者是什么情况 他是有神经病的 有一部分是神经病流浪汉 ok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其中呢就是有军人 有很多当兵回来呢 因为他在战场上看到很多战友 就是说亲眼看到一些那些血腥的东西吧 然后就是受惊吓回来以后就神经病 像我先生他阿姨的儿子就是这样 他去参加那个伊拉克战争吧 回来以后就神经病 神经病以后呢就 他就慢慢慢慢他就 因为他服药嘛 然后就慢慢就有营 至少引发很多疾病就这样走了 很年轻啊 当兵回来三十来岁就走了 然后阿姨就一个还好还有个女儿啊 现在还还在波士顿就 跟我先生年纪差不多了 都是他老表 ok 经常我们都通话的 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流浪汉呢 其中有神经病的 那些神经病的人呢 有的是当兵回来啊 就引发一些神经错乱 有很多是真真正正就是 神经病有很多原因对吧 然后确实也有染汉 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呢 他不是说没有钱没有房子 他就喜欢流浪 他有很多种情况了 那么有的网友就说啦 好像他反正国内我经常看到很多头条 很多那些网友就留言说 不是说美国有那些吃福利吗 有穷人有贫困户可以吃福利吗 那怎么街上有那么多流浪汉 ok我告诉你他是这样 流浪汉呢他每个城市呢 他都有那个专门的机构 就是等于说是 木 kitchen 就是说移动的厨房 就是说移动的人嘛 流浪汉呢是移动嘛到处走嘛 ok 他有厨房 他随时可以拿食物 他是这样的 你像我们城市也有移动厨房 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呢 他就可以到这样的地方去拿食物 还有呢他美国他一直都会有那个 就是帮助这些流浪汉啊 比如说无家可归啊想想找地方住啊 他就专门有一个机构叫 有一个叫什么 就叫叫避难所吧 他也可以可以叫做避难所 嗯 这些针对这些长期流浪的啊 那生活在外面的那些人群啊 如果他需要避难呢 他这个城市都会有的 有避难所啊 有的他就喜欢在户外 他就不想在房子里面住啊 有有各种各种各样的流浪汉 但是呢这些人群啊 他的吃的东西会有保障 否则他早就死掉了 对吧 所以说啊美国的流浪汉呢 他生活有保障的 就是吃的东西不用愁的 他每个城市都会有移动的厨房 叫做木kitchen 嗯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流浪汉 为什么你有的有的国内的人就很困惑 就说美国福利不是很好吗 对特别对那种老药病残 不是吗 为什么街上还有那么多流浪汉 我就告诉你 这些人呢 他就不是因为说他懒 或者是因为他他啊 没有钱啊 经济没有收入买不起房 嗯 不是完全可能也有 这部分人OK 啊流浪在街上 但是呢他这些流浪汉的人群呢 很复杂 有各种不同的人群 不仅仅就是说是贫困户有浪汉 啊 是这样啊 他有神经病的 他有不愿意住家的 啊 他有真真正正也有 也有浪汉的啊 有这种情况的 但是呢 他们吃的东西都会有保障 他们不会饿死的啊 啊 他就是 政府就专门有这种这种 机构给他们去拿食物的 现在呢 又多了一种 一种流浪汉啊 是什么呢 难民 自从拜登上台以后呢 就把 川普的42条吧 有关 呃 那个那个 边界的那些政策 全部取消 取消完以后呢 就边界全部开放 让现在美国的难民 那那个 啊 偷渡来的 那些那些移民的 偷渡来的 非法来的移民 爆满 在美国是这样 我先生说了 他说之前呢 几个大城市像洛杉矶啊 像加州这种啊 纽约啊 啊 那些 几个特别大的美国城市 他们都非常欢迎这种移民 那种难民 OK 他叫做圣尼城吧 神圣的圣 啊 区域的域 城市的 城啊 等会我把它 看看 怎么样去写上去 之前呢 几十年来 他们都很欢迎这种难民的啊 就是说 一种 等于说是 因为美 美国是移民国家嘛 对吧 他就是靠移民来 建设这个国家 不断增加的人口 是靠移民的 美国当地人他 不会生很多孩子的啊 就是就是人的 人口增加 都是靠移民的 但是以前移民呢 他是美国 他是欢迎你那些 有用的人才啊 有学历的人才 对美国有贡献的人才 他不是欢迎你那些贪污腐败啊 偷跑过来啊 嗯 或者是那些 嗯 第一 就是说美文化的人啊 啊 来这里打工的 他有多少工跟你打 对吧 他希望你来到美国做贡献啊 为他的 那那个主 那美国的发展 科技啊各方面啊 领域有发展的 他欢迎这些移民来的 所以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嘛 但是现在呢 他偷渡来的 乱七八糟的 什么人都偷渡过来 因为边境解放啊 开放以后嘛 然后这 特别是几年来 拜登遇到麻烦了 他上上上台 曾经三年吧 他遇到麻烦了 啊 现在移民 你看像 像纽约 像 呃 加州 就是因为这些难民啊 引起城市很多 治安 还有卫生 啊 现在那些 就是说 投票的 民主党的那些 呃 居民呢 他们就反感了 谁欢迎 啊 有的甚至就是 啊 偷偷摸摸 就闯到人家家去 那个草坪去 也就安 安营杂炸一直搭个棚 啊 拉屎拉尿 你欢迎吗 你你你觉得这样 有这样的人非法 来到你的区域里 你你你开心吗 所以现在就引发很多 隐患啊 啊 特别是纽约 现在纽约市长 已经是 叫苦连天了 跟拜登较劲了 所以 啊 因为纽约之前也是 欢迎来啊来啊 难民来我们 我们 我们庇护你啊 保护你啊 之前去年 像去年他还有钱 纽约还有钱 就你你说这些难民 难民来来来来到美国以后 他们住宾馆 啊 不仅仅是有吃的 还可以住宾馆 住了宾馆 我先生说啊 有一天他看了新闻 他那里笑话 又生气的说 这些难民过来 渡宾馆 然后政府 咱们有 有这些人群嘛 就是发食物给他们 还嫌不是他们国家的口味 还不想吃 你说到这样的地步 你说你说美国 你说宠坏的这些这些 这些非法移民宠到什么天去 然后呢 他一直就都是他 应该是他来到边境以后 非法来到边境以后 啊 就边境警察登记以后 你就等 在一个地方啊 难民营或者是那种庇护所 就等嘛 等等待就 有人接你啊 有你来这些 有人啊 有地方去啊 那你就可以去 但是你要登记 他那个边境那些 反正他 他那种警察 他随时找得到你的 他们说 据说是有一个链 或者有一条什么东西 在你脚上 随时他可以call你回来的 然后 有的呢 就 边境因为拥 拥不下了 你像德州啊 像加州啊 像佛罗里达 他们这些州长就把 把这些难民就在偷渡来的 那那那那那些难民就 把他运到其他城市去啊 就放他去 他就问他 你愿意查你 他说他他愿意去哪个城市 他就拉到哪个城市去 所以这引发 国内很多民众的不满 所以现在导致拜登的民调下降 很关键就是这个移民的问题 移民政策 他他已经是失败了啊 造成美国的安全啊 美国的的 经济安全等等 造成严重的影响啊 所以呢 现在你说 在街上 特别是加州 很多那些难民在那里打棚 据说他们 啊 加州有个政策就是说 给这些难民 每个月发放了750美元吧 发放了半年时间 然后就做实验嘛 然后好像 刚刚听到那个新闻就是说 好像蛮有效的啊 给他们这个实验每个月给他半年啊 每个月给七十七百七百五十美元嘛 然后就给他们有工作机会啊 有饭吃啊 有反正就就给他有有有条件能够立足下来嘛 帮助他嘛解决目前的困难嘛 所以就是说 一系列这种各州的政策啊 就就 嗯 因为 因为你边境开放太没有 没有谱了 太离谱了 你美国你就是接纳难民 你是移民的国家 你也要有个度啊 啊 一下子来了几十万几十万 啊 一个月来了多 一天上几千 四五千 从那个边界过来 你你美国有多大 你有多大的能耐啊 你有多少钱啊 你有多少食物去供应这些难民啊 所以说呢 现在就啊 拜登好像也慢慢慢慢也有政策出来了 感到不妙了啊 啊你你自己本身也生活在这里嘛 你自己国家搞得成这样 你你安宁吗 对吧 虽然你移民国家 你你你你移民过来 像我们这种移民来的 我们是合法的啊 要交钱的合法过来的 你那些偷渡过来的 你还那么仁慈 还那么啊 就就说 你 不管怎么样 你善待这些难民也好 你都要有个度啊 太多了 超复合了 你根本承受不了了 就像现在很明显 就是纽约这个城市 纽约是很极左了 纽约这个城市的市长是个黑人的 他就他就 跟拜登要钱了 没有钱了 啊 你怎么养了起那么多的难民 他们要吃要住啊 甚至就说有时候 宾馆都给他们住满满啊 当然你政府要付钱啊 我我宾馆是我私家的 你在美国这样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都 全部都是10元的股东的 哪有政府的企业 你要我的宾馆开房给 这些难民住 你政府一定要付款 所以说的政府的开支没有了 现在纽约寒死了 叫苦连天啊 啊 跟拜登啊 叫榜了现在啊 所以说 在美国 他现在就是 之前有流浪汉 现在呢 还有一个 叫什么 难民流浪汉 又多了一大堆在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 洛杉矶啊 山盘市啊 啊很多那些 反正就是大城市有这些 难民在在在户外啊 因为你容纳不下了嘛 他就是流放到其他城市去 你一下子他也找不到工作啊 你就发发放了临时工卡给他 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工作 你像你中国 你偷渡过过来的那些 偷渡那些难民 你去中国餐馆打黑工 这里有多少个餐馆 有多少个中国餐馆啊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找到 找到工作做的对吧 所以你吃什么 你住哪里 啊 所以说呢 就是说啊 美国的流浪汉 现在还有街上那些难民 搭棚住在那里啊 影响市容部不讲了啊 拉死拉把啊 要影响治安 要从那种 其他国家那种来的是 吸毒的 贩毒的 贩卖孩子的 影响到美国 美国的安全啊 经济等等 所以呢 现在拜登政府 该清醒了啊 这所以呢 今天呢 在这里就跟大家啊 分享介绍一下 美国的啊 流浪汉 再加上现在的美国 在街上啊 那些难民到处打棚啊 打那种那种像 去野野村那种打那种那种棚 啊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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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纽约 像大城市啊 这些他们还要 专门花钱去搭那些庇护所 之前的都爆满 现在要花钱去搭庇护所 有的州 喊苦连天啊 没钱啊 啊 那么多的难民过来 他们不让他能死啊 你是个人道啊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说 美国初开流浪汉 一部分流浪汉 像我们城市 几乎没有什么流浪汉的 没有的 很少 就是上个月我们去河边散步 就在桥下面有 有三个月好像是偷渡来的 很少街上流浪汉 几乎看不到的 没有的 搭朋友更加没有 这种桥城 我们这里 就是说的话 生活比较好的城市 治安好的城市 管理比较完善的城市 它不允许你在街上乱来的 没有的 绝对不会有的 啊 不会有我们这里没有流浪汉 也没有那种难民 就是有一次在桥下 桥顿下面看见一家 好像是西班牙那种人 啊 墨西哥那种 有三个人在桥下那里 但是过几天再去都不见了 嗯 所以说 啊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 啊 希望大家也对美国的流浪汉 有一些了解 啊 然后 再加上现在你很多新闻 你在头条上面 有很多人生活在这里 他就分享那些流浪汉 大鹏在户外 那些那些不 不完全是流浪汉的 不是美国流浪汉的 都是那些难民 投渡过来的 啊 一下子他 没有分配好安排不了 饱和了 没有管得起你了 政府没钱了 啊 那些不是流浪汉的 啊 是那种投渡过来的 所以说呢 啊 我们生活在这里呢 啊 毕竟 我们讲呢 跟你讲实话 啊 不是说编故事 啊 是说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或者那样好 那样更好 不是这样的 我们就把真实的故事啊 啊 还有我们的经历 像我先生 生活在这里 出生 从小长大在这里 他们 啊 他的家人 他的那种主辈是 一百几百年前 也是移民过来的 他们本身也是移民过来的 但是他们生长在这里 他就属于是美国人了 对吧 他就经历过来的 他就他就跟我跟我分享 我再跟你大家分享 有些东西我又不懂啊 啊 我也过来不久 对吧 而且就是说 我们来到这个年代 跟之前呢 看到的年代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呢 就今天就顺便 跟大家分享了 美国的流浪汉 还有现在那些难民 在街上的 啊 是什么回事啊 街上那些 摆的摆那种 呃 露营那些 不是流浪汉的 不完全是流浪汉的 有极少数 啊 流浪汉是什么 脏兮兮的 破破烂烂的 那种沙沙那种 神经病的那种 才是流浪汉 啊 你看现在那些 啊 露营在路边那种 那些都是难民 都是偷渡过来的 那些违法过来美国的 一下子没办法安排的 但是他们的吃没有问题 他们可以到移动餐馆 移动饭店去拿东西吃 所以美国就是这一点 他为什么他 他就是千方百计 怎么苦怎么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 都要偷渡来美国 因为他知道来到这里 他不会饿死 啊 美国就是这样 啊 美国政府他就 就是把这个钱 啊 还有美国人他 就是 特别是教会那些人 他怎么 啊 他特别到难民 那个那边 边房那边 刚开始 啊 的时候 因为人慢慢过来 没有多的时候嘛 哎呦 他那些庇护所 到那里去看 那些难民 他都过来 关心的不懂 这种极好 现在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 超复合了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 那么多人也愿意偷渡 冒着生命危险 偷渡来美国 他就是美国 他就是有这种文化 他很善待 很友好 对这些难民 偷渡过来的 啊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很有缘性啊 至少给他吃 给他住 啊 你饿不死 就是这样了 嗯 好的 我就 唠唠叨叨 给大家分享了 今天我们也 刚刚去购物城 啊 去买些东西回来 等会儿 我要包饺子了 今天晚上包饺子 原来是中餐包饺子了 先生他还说要去买鞋子 那就跟他去买鞋子吧 嗯 OK 感谢你的收看 有什么问题 一起讨论 可以留言下方 拜拜